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常是这个领域最开始也是最红的 大家最喜欢 然后最喜欢 我像我上次一开始接触 开始做这个部分 我也有做塔罗占卜 我后来还是有做 但是我没有主推这个东西 就是我那时候还做美洲运势啊 干嘛之类就是做这种东西 那时候就是 其实那时候我一开始很早之前 那时候我是当练习 就是分享分享这样子而已 然后所以 可是大家就很喜欢 然后或者是这样 我觉得这是不科后非 因为当我们去知道我们是谁 我们总是很希望 我知道自己的状况 因为我们通常不是 无法知道自己的状况的 那当你能够了解 跟知道自己的状况 你才知道我要怎么做 但是你知道你要怎么做 不代表你做得到 这是其次 但是要先知道怎么做 可是往往这个时候 因为你是很迷惘很无助 而且刚踏入一个 你不知道的领域 甚至你踏入很久了 可是 那个时候你就会怎么样 你就会一直只听那个人的话 比如说那个老师跟你讲什么 你就是什么 比如说 你一定也遇过那种 讲得很 好像讲个猴瑞瑞 然后又讲的什么天花乱坠的 有啊有啊很多 然后就 真的好多 而且莫名其妙就是 你已经在害怕 他莫名其妙又被恐吓 对不对 我觉得这真的是恐吓 算命式的恐吓 例如你遇过的状况 灵性上的恐吓 对 就是莫名其妙 我都 我可能 譬如说 我真的有去 好像体验 占卜 我说 那时候我很感情 他说 你哦 你的责任很重大 我想说 这跟我感情有什么关系 你哦 就是来拯救世人的 那跟我感情有什么关系 对啊 他就 牛头不对 马嘴 然后就说 然后他就恐吓你说 你要是没有 做好这件事情哦 你是得不到爱情的 嗯 然后我就 那个时候 就 蒙 蒙 对 就 为什么 why 很多的why 那幸好就是 我是一个 蛮相信自己的人 这一路走来啦 我真的有曾经也很爱算命 很迷惘 就这个算不到 我就算另外一个 下一个人一直算 一直算 一直算 好 那我就 我都 我现在就统称 这叫恐吓 算命式的恐吓 对 应该是说 我觉得 他们讲的 其实不会不对 只是说 他们有时候 可能讲的太片面了 因为对我来说 没有一个事情 是绝对的 尤其是算命 跟你的人生这么多 你一定有可能性 跟变化嘛 那如果 把一个事情 讲得很死 那我就觉得 这个就 有点奇怪 未来会一直变哦 对 你本来就会变 那像比如说 我们自己学过一些东西的话 我们都知道说 那种东西其实都是一个 我对我来讲 我之前有自己讲算命嘛 其实我觉得 那个都是一个能量走向 跟你的个性特质 没错 你的个性特质 接下来 配上最近的大环境的能量走向 然后大家去碰撞出什么样 那个就是你的运势嘛 然后 然后再加上说 你自己的 个性 你可能本来就会这种个性 所以我的反应模式 跟利亚反应模式不一样 所以我们遇到同样事情 我会做到不一样的结果 没错 所以本来就是 本来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 算了之后 所以为什么会推展出 你会怎样 那也是用这个方式 去推出来 这就是几率 但不一定会发生 对 除非你让它发生 对 然后就是说 你的个性有没有改 所以不是人家想说 哦 修行的人算命会算不准 为什么 是啊 因为你已经正在改了嘛 对 修行就是修正行为 不是叫你这边打坐念经 那就是要修正行为 我现在 我先讲 这个那不叫修行 那叫做培养兴趣 对 然后 所以 真的修行是修正行为 那你在修正行为 就是修正你自己的心的时候 那你的命 怎么可能不会改变 所以人家说修行的人 算不准是因为这样 因为 当你能掌握你的心 我知道我在干嘛 我知道我的状态是什么 我知道我要改变 对 我知道我的个性 我就是都会这样 那我就不要再这样 那你当然你的命 就会改变 所以像比如说 我们都知道说 某一种 比如说星座 或是某一个星 或是每一个 数字 或是每一个 比如说八字的每一个东西 或是紫微斗数 每一个星 它都有一种代表的 能量特质跟走向 它有它的个性 它有它的属性 它有它的style 那当然你有这种style 跟有这种属性 一定就是会有这种能量特质 特征 对 特征就有好有坏 比如说 你是二的人 比如说我们讲生命数字 因为之前也就有一下生命数字 比如生命数字 你是二的人 像比如说我就是二号人 二号人的特色是什么 看东西看很细 手很巧 然后呢 就是会 有者有者 对 看那看 然后手很巧 然后比较会配合 这些东西 对 那这二的一个特质是什么 犹豫不决 为什么会犹豫不决 因为他看东西看太细 他什么东西 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他就会开始 啊 那到底要怎么做决定 怎么办呢 所以你看哦 它是因为有这样子的特质 造成它过度 它就会变成这样 对 然后就二的人 就非常的犹豫不决 摇摆不定 所以二的人很像天秤 有点像天秤座的概念 所以这个是我们知道它的东西 对啊 就像唐老师讲的 没有配不配 具有怎么配 本来就是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一定 只是说你们两个在相处上 有可能会怎样 所以像比如说 我们之前有学过八字 八字有八字合盘嘛 对不对 对对对 可是你会发现 其实没有所谓的合不合 这件事情 因为当然有六合 什么三合 什么合 对 合是代表什么 代表你们的想法概念 什么比较接近 比较不会吵架 但是 如果都不吵架 都没有什么 丑花 可能也很无聊 这样有点 不大可能 对 所以但是有时候有对 有对冲啊 有冲 有冲的话有反而 哇两个人 冲的冲突就更大 对但是有时候会轰轰烈烈 会觉得哇两个人很有火 很有激情 所以就看你怎么去应用这股能量 所以没有绝对的不好 就是当我们后来发现 其实没有绝对的不好的时候 就是那就没有一定 所以我们只是要 对我来说 我觉得这些东西 只是要让你了解 你有可能的可能性 你有可能会有什么什么什么 那是决定权还是在 你自己身上 对 不要被恐吓了 对 人家讲什么 请好好地看看自己的状态 对 那像恐吓他其实就会讲说 比如说像你之前 有些他就有点像是 在暗示 对不对 其实这就是像暗示 例如呢 你比如说你之前遇过 或是你自己知道 大概那种可能 不是有些灵性老师 看到你就会直接 你有什么问题 你内心有什么样信念 没有被挖掘 神经病 对 他们就像我之前有讲的 我之前不是在有一集 就是跟你也是跟你录音的那个 就是 对啊 就到处都是疗愈师那一集吧 真的是 然后他就是说 我们不是有讲说有一个 我有一个学员 他就是那时候去上了某某疗愈的课 这样子 对那个某某疗愈还蛮红的啦 然后就我们就不讲了 然后有上过我课的同学 我就会直接讲了 因为这个东西我们还是不要 我们要保护 公开讲 不要公开讲啦 虽然就是我现在只要听到 那个某某什么疗愈的 我就会翻白眼翻到后面去 真的吗 问题很大 对 好这个我们就会再讲 或是有才上我课我就会讲 他通常就知道上课 我会为了让我的学员们知道更多的事实 我就会讲 真的我就会讲得很仔细 我会讲得很仔细 因为我觉得就是已经是自己学生了 我必须要让你们知道 这些 你必须要理解这些 这个圈子 跪圈很乱 对跪圈很乱这些事情 我就会讲 所以像之前他就是 他本来就是 我之前应该已经讲过 他就是一个很OK的状态 他觉得我的生活很好 所以没有问题 我的生活就是怎样怎样怎样 我真心的 他全然的信任他自己跟他的人生 他的人生就真的很顺 什么也都OK 然后结果就去上那个某某疗愈的课 就是一直被否定 一直被说你有问题 一直被说你很执着 可是明明执着的就是那个所谓的老师 然后就一直说不行 结果他上完两天课 他就开始有一种感觉是 我好差 我好烂 我什么都不行 好可憐 我都没有面对我自己 我有好多的挫折跟创伤 需要被疗愈 人家明明就好好的 对 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 人家就好好 你就没针 就要你用给疼 说你有病 我就想说你有病吧 就是 所以他们就会莫名其妙 所以这个不是像很多 是 这种这种老师比较有病 就是很莫名其妙 人家就好好的 人家没想到 人家就觉得 你就说你怎样 你可以过得更好 我觉得我现在很好 为什么我要这样 你有沒有去尊重别人 比如说你觉得 比如说像 比如说我觉得 比如说我觉得芒果很好吃 可是可能莉娅就不爱的话 对啊 你应该也喜欢吃芒果啦 是我蛮喜欢的 这个就不准 这个假设 比如说好 比如说 榴莲 你喜欢吃冰吗 你喜欢吃榴莲吗 不喜欢 不喜欢 我超爱榴莲 对啊 但我就觉得榴莲 我就说 莉娅你怎么不吃榴莲 你应该要吃啊 我就不想吃 不行你要吃啊 那莉娅就会说我不要 可是有的人他会说 真的吗 我说你吃了榴莲 你就会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就 无敌心心 对之类的 然后反正就是 哦 你都就是 就是 啊 反正就是 我刚才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呢 就是你没有去依照他想要的 跟他现在应该知道的 因为他可能还没有到这个 即使你说的是对的 可是很多时候你说的也不是对的 因为像我们刚刚讲过那种状况 就是他会讲说 你需要干嘛 你需要干嘛 我们发现到的很多状况是 那个所谓的老师 我想所谓的老师 我不是说他真的是老师 他只想要展现他自己 就是真的是无止境的疗愈 我就觉得说你刚刚说你需要什么挖掘 你要去挖什么啊 我真的觉得到底是要挖什么 我觉得今天你要知道说 是我 我自己 我觉得我需要被疗愈 我知道我自己这个有 有什么问题 有问题 我想要处理 我解决不了 嗯 你再去找疗愈师或催眠师 就像催眠 我们在做催眠的时候 都是说 来 你你现在觉得呢 你自己感觉呢 我们都是引导式的 让你自己发现 看到这个问题 对 而不是我来告诉你 你今天有什么问题 这个很重要 利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对不对 其实应该是 引导个案 让他自己去发现 发现他看见 对 而不是你觉得 他个案怎样 而且真的到最后 谁在疗愈你 你是你自己在疗愈自己 对 个案都是个案在疗愈自己 就像比如说我在 催眠师都只是引导 都是引导 他如果不愿意放 催眠师都没有用 没错 像比如说我在讲 even是灵气疗愈 我不是上课都有讲 是灵气在 引导你 对 我只是管道接引 那他要多少灵气 是个案自己决定 他要拿到 他个案这个拿到这个灵气 他要用在什么方式 也是个案自己决定 我们没有给灵气 我们只是分享灵气 我们是管道 对 他要不要 他要怎么弄 都是他决定 你看哦 even是你在从事能量疗愈 直接的能量流通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就如此的重要 何况是你 你今天在跟人家咨询 或是你在跟人家讲的时候 那和 他一定是他自己更重要啊 所以 如果你今天遇到一个老师 甚至你去算命还是怎样 他直接告诉你说 哦 你有这个问题哦 对 你如果没有问的话啦 你 如果你不认为这是你的问题 真的不是 对 我之前我发现 就是我跟你讲哦 大家记得这句话 一个问题 当你觉得它是问题的时候 它还是问题 对 当你觉得它是问题 它就是问题 当你不觉得它不是问题 它就不是问题 对啊 对 是的 对 或许你喜欢这样 比如说 有的人他可能就喜欢 嗯 我不知道 比如说 比如说好了 吃东西好了 比如说 像我 我蛮喜欢吃生食 啊 可是有很多喜欢吃全熟 嗯 我不是说牛 因为我不吃牛 比如说 你知道 even 我还发现 这个是题外话 我还发现去 因为那个很新鲜的海鲜 我觉得煮得半身不熟 比较好吃 哦 比较嫩这样 可是有人不敢吃 像虾子我也会这样弄 嗯 可是有人他不敢吃 那他就怕烙塞 可是这个就是我自己的方式啊 喜欢 对 不代表这是一定适合你的方式 黄晓眠说的 我要我觉得 我不要你觉得 对 所以这个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 那所以当他去 好 这样我们讲会恐吓这件事情 所以那他为什么会去恐吓你 他其实有点 我觉得会 会这样做人 我觉得那是一个状态 就是 今天这个人 为什么要恐吓你 帮你下定论 因为他希望 他希望 嘿 我 我比较厉害 你要看到我 你要听我的 他希望的是这个东西 他希望拿到主导权 还有他希望被肯定 对 对他 老师你说的好对 我肯定 肯定我这样子 这样子的状态 对他并没有 他只是想show off 他没有去知道说 这件事情对你实际上是有没有效果 因为如果 我说实话 真心要 要对个案有帮助 通常是要 站在他的角度 去看事情 你真的要引导他 对 要让他学习自己发现 而不是你直接去跟他讲 因为你就跟他讲 就表示说 其实有时候你反而是害了他 你知道为什么吗 像比如说 为什么我在有时候 你明明看到他的状况 even是我对自己的家人 都是 我明明知道他的问题 但是我不会 真的不要讲 我就是你自己去看到 对 我自己不会急着去讲这些事情 我讲了 就是破题 对 你就不会 你就不会经历过 觉察这个过程了 对 因为我跟你讲 你会以为你看到他的问题 你现在赶快跟他讲 你是为他好 No 因为你现在跟他讲 他不会接受 而且他没有感觉 因为他还没有去经历 那些他需要累积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讲 有的人他比如说 他可能一辈子在那边扫地 扫很久就有一天 这样帮头包 这个不是很多公案都这样吗 为什么 如果他没有去扫那十几年 敲他都没有用 所以你要让他先去经历完他的东西 他这些身体的经验 累积学习好了之后 你在时候再适时点他 所以其实在点这个人 这个我在某一集应该有讲到说 在点这个 这件事情其实是需要这个老师 有非常大的智慧 他在什么时候该点你 他要很清楚哦 所以他非常知道 你现在卡着点 跟我现在点的这个 是对你有没有效 而不是我不管你 我就是讲我想讲的 然后就好像 我三个欧不说 这样不对哦 对所以 这样比如说 那恐吓我们等一下会恐吓 其实当然也不算 是有讲到类似 但是不是完全讲恐吓 那恐吓是什么 他就会讲说 你会有什么问题 就是他会看到问题 那可是很多的老师的问题 就是他会恐吓你之后 可是他又没有帮你解决 他没跟你说怎么解决 就比如说 有的催眠 好我们以催眠来讲 他有的 当然有的事件是看到 他就结束了嘛 对 有的事 有些看到 哦我知道了 就结束了 对 但有一些真的是需要一个过程 是不是 去安抚自己的内战 我有发现就是我听说啦 好多 我有听说有一个跟我讲说 他之前有一个就是 好像也是用催眠跟什么的 然后他就去带领他看到说 过去的状态 是 然后过去的状态 原来他小时候好像 怎样怎样被霸凌 还是什么翁阿哥之类的啦 然后呢 他就想说那长大的自己 给自己一个抱抱啊 什么之类这样子 然后结果他就要去抱他的时候 那个长大的自己忽然发现 可是我现在过得很惨 然后结果 他现在的这个自己 跟以前的自己 两个抱着一起哭出不来 就现在那个情绪状态下 现在是怎么办 那你 就是催眠师叫 再引导 对 一个高 高我出现 对 诸如此类的 对 可是你看这个其实你当你 我其实对我来说 我觉得 你要让他看见什么东西 或是你要有这些事情 你要去面对解决 其实这是难度更高的 不是你想象的这么简单 只要让他知道了 这什么什么 对我们来说就是 事情要有效果 而不是我今天只是看一看 爽一爽 所以我想我最常 每次举的例子 我前辈子是女巫 我前辈子是什么 我前辈子是什么 看到我之前前几次干嘛 我现在我是哪里派来 我是什么外星人 笑笑 然后我每次听完就说 所以呢 所以呢 对 等一下晚餐要吃什么 比较重要吧 对啊 我就想嗯 对 所以听一听这个到底干嘛 编剧编很多 就比如说像这种 你前辈子 我以前的事情 然后变成我这辈子的事情 No 对而且 对而且说不定 也不是啊 对啊 所以这些事情 都不是那么的重要 所以那有时候 你就会因为这样 莫名的被 像比如说 丽雅刚刚有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 比如说她今天跟你讲说 你就是要怎样哦 如果你不怎样 你就会怎样哦 这个就是 很严重的下暗式恐吓 对对对 这就是催眠 当你真的相信说 哦我一定要这样子做 哦 对 那你就会陷入了她的剧本里面 她就在编剧 她就是在帮你编剧 就是心理暗示对不对 这就不是你的编剧 你的剧本 心理暗示 我跟你讲 很多人的时候 她老师算得好准哦 什么 是她真的算得准 还是你照着她的编剧 在走 对所以你有没有被暗示了 你有没有被玩弄了 你都不知道 可是她其实也不是故意要玩弄你 我说实话啦 没有一个老师那么无聊 我觉得会有 不好意思 我收回这句话 会有 好吗 我们现在接触越久 就发现有的是会 因为恐吓完之后 接下来要干嘛 所以你要来改 就收单啦 对 对你就要来割 割酒菜 这样我都觉得说 你这样恐吓 其实是行销的手法 对 她就说 所以你要怎样才能怎样哦 所以我要来帮你 什么什么什么 来做个法会 什么之类的 我要干嘛干嘛干嘛 之类的 哦真的觉得 就是这样啊 就大家会觉得 很ridiculous 什么很荒谬 我跟你讲 很多事情都发生在这样 大家都会称这样 叫什么叫神棍 啊真的很多神棍啊 啊身心灵界也是很多这样 啊真的很多神棍 对 然后说到神棍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来讲 别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这个部分 其实差不多都是 你在你听别人 讲任何的东西之前 今天不管是 神棍老师 为什么特别讲神棍老师 因为神棍老师 比较容易去 接触到这些脆弱的人 跟迷惘的人 然后所以你这时候 给的意见非常的重要 你要很中立 你要很让他去 我真的觉得说 真的你只能引导他 去看见问题 就要很尊重他 不要下定论 不要下 对 不要下定论 这个很重要 不要下定论 因为没有什么东西 是可以定论的 真的 我没有 没有人敢去说 别的人 你一定会这样 没有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一个人 跟你讲的很武断 你就是会怎么样 什么就是什么 什么就是什么 我跟你讲 真的是不要听 不可能 不可能一个 就像他今天还说 我通灵多厉害 我可以接到多少讯息 谁跟我讲什么 谁能证明 真的 证明的时候 都只有当事情 真的发生了之后 他才会证明 没错 对 所以真的不可能 所以希望你们 好好的先认知 这件事情 当你 如果 这你觉得 这不是你的问题的时候 那真的不是 不要听别人说 对 你自己 听自己说 对 那当然 有的时候我们当然 听听听 可以听 但是你参考 不要全盘接受 不要把人家讲的话 当圣子 但是呢 如果你不听别人 有时候你自己小我 声音太大嘛 所以我觉得是可以 被人要当参考 那你要记得 决定权永远在你手上 没错 你要不要做 跟你要怎么做 然后这个都是 你在你手上 所以大概是这样 那我们将来讲到恐吓 就是这样 不要被心理暗示 你知道你在暗示的 对 被那个 你就会照这剧本走 然后就会越来越差 越来越糟 我好像不说这件事情 我就会怎么样 对 好像我的命就会这样 可是有的人就会这样子 他他就会 尤其自己 我发现有的人 自己会算命也会这样 他说我哪一年就会怎样 哪一年就会怎样 他就会一直去看这个东西 那我就会觉得说 你为什么要这么在意这个东西 你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 看得那么重要 你为什么要照着这个剧本走 对啊 你可以不照这个剧本走 比如说我还是会抽牌啊 我偶尔还是会看一下八字 今天什么日子 可是我不会因为这样就 作为主要决策 我做决策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我一定是我已经有一个 大概的想法跟ID 我想要来做 可是我又没办法确定的时候 我才会拿来参考看看 对 我觉得那个对我来 就是一个暗示说 所以好还是不好 因为你知道 二号人犹豫不决 我就是犹豫不决 所以我就需要很多东西 来辅助我去那个 那我清楚觉得 它就是工具 那我不会因为这样子说 他说今天不宜什么 我就不这样 我不会这样子 就是我还是 该做还是得做 我就是还是去做 就不要太那个 因为你自己才是最有力量的 然后这个其实是我们讲的 好那我们之前 这神棍呢 要需要 之后有机会再来讲 何谓神棍 那我刚刚讲到别的东西了 好多可以讲哦 对啊 就是 可是身心灵圈也是很多神棍 如果我们对神棍的定义 我下次可以来探讨一下 神棍的定义是什么 对 刚刚那个 那我们刚刚那个算神棍吗 我觉得还不算 还不到 还不到 他没有那么恶劣 对 没有那么恶劣 他只是 其实我对 就是那个 我们刚刚的状况是 这个老师 他给 他活在 他相信自己给的建议 是建议 还有 有可能是他的学习的部分 他还没有经验过多 对 因为我相信经验够多的老师 一定会知道说 不是像书本写的那样 因为 没有那么死 对 书本没有那么死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 书本很死 但现实是活的 现实是活的 书本真的很死 我跟大家讲 必须要知道书本真的是死的 包括知识也是死的 像比如说我 我跟丽雅 像我在一直跟她讨论很多事情 就是我在讲很多事情 就是说 呃 even我自己在学习这件 不要我身心灵工作也成熟很多年了嘛 莫名其妙就好多年了 然后呢 呃我说实话 我真的是慢慢在一路在学习 不是说我一开始做老师 我就讲没有 我其实我真的觉得 我开始做工作 这个工作是一直学习 而且我说实话 我到了这几年 可能这 我觉得这两年 真是一个大转换 我有一个比较大的跳跃 跟对于一些 对这个世界的感知 还有这些东西 真的有一个比较大的跳跃 跟一个小 也不要说觉醒 就是有点打开的感觉 所以我才开始清楚明了了很多事情 那这个的确是 那你要说为什么会忽然这样子 我也不懂 我觉得是真的是需要很多的时间去累积 跟这个部分 其实真的经验 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 对所以这个其实是 很需要很多的经验 跟过程 然后让你能够 那这种东西 你有办法很简单 三样两样讲出来 没有 所以为什么会录那么多节目 是我们希望可以 在不同的层面去应用到 我们所学习到的这些 智慧跟经验 然后让大家可以去 有不同的方式去 体验到你的生活 所以就像我一开始 从生活中体悟 然后超越转化 对 因为我们没有 我最喜欢这一块了 对因为我们生活就是这样 所以以前这样说 我是石修派 我以前还不懂什么叫石修派 我就是那种 要自己亲自做过 自己亲自体验过 我再来跟你讲 而不是说我从网路上搜罗一堆资料 或是我可能不太清楚 还是来做 对 Google都有 对Google都有 可是其实直接这样操作起来 真的有差 比如说今天跟你一个食谱 那这个食谱你做 哇 一定要做过 而且要做很多次 对 你会不清楚 就比如说人家说 利亚动物沟通什么 不是讲得很清楚吗 我们上次节目讲很清楚 就心电感应啊 对啊 讲完了 那你就说你就会动物沟通嘛 谁敢讲 对啊 对啊 even我也不敢讲 对我去上去演这个 所以课程也是要 一直不断地练习啊 对特程老师只是把他的经验 其实我跟你讲 大家哦 这个是题外话讲 大家在学习课程的时候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 你要看这老师的经验 对 然后还有他 他的那个 其实我觉得课程的价值 不在于说 他给你那些知识性的东西 因为那个你去 对那个东西也重要 但是其实我觉得重要是老师的经验 为什么 因为那个经验是没有办法用文字表达出来的 所以 就是心法 心法 然后而且出了心法 我想就算技巧技术也是 比如说好像利亚的动物沟通好了 是不是你 你现在带过一些学生 其实他们 其实有catch到那个感觉 可是他们又觉得他没catch到 或是他其实catch的方式不太对 你 因为你的经验 你做了很多个案 对 所以你一定知道他的问题数在哪里 对 这个就是你的价值 所以我都要 对一对一 我要看你 这个状态是什么 我要去看 对 这个是你在影片上 你在什么文字上 你今天看了 因为现在很多书嘛 你看再多都没有用 我跟你讲 我说实话 那些书其实很多时候 他们并没有尝试写了很多东西 可是写了很多东西 代表你做得到 又或者这本书写了很多的东西 写了很多的方法 但没有用 你看了之后就 我不知道怎么用 对 因为那些东西必须要有基础 对 你才有办法去使用 所以当你没有基础的时候 你没有这些东西 你根本用不出来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 我刚刚在讲的 就是 比如刚刚丽雅讲的这个东西 像比如说灵气也是 能量的感觉是什么 因为我自己就从 比较没有感觉 开始培养出有感觉 然后没有感知 开始知道怎么样去感知 所以当学生 现在卡到哪个点 我都知道说 因为我走过 那我才能去帮助你调整 那这个才是课程的价值所在 那我的生活中 我走过这些经历 我一直在追这些东西 所以在上课过的东西 其实我们每次上课东西 讲的都不一样 大家有复训或学生 都说哇 老师这次讲的又不同 因为每一班的同学不一样 不一样 你问同学的不一样 问题也不一样 问题不一样 对 而且那个当下的能量流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没有办法 就是每次都讲一样的东西 大纲会一样 该讲的都一样 但是我觉得最难是 经验分享 跟你现在当下 需要处理的事情 对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 才是比较有价值 所以大家如果去 选择课程的时候 其实真的 我觉得重点是选择老师 老师很重要 因为我们今天这样讲 对 然后不要被恐吓 不要被恐吓 对 要被恐吓 啊你学了就怎么样 什么什么之类的 大概是这样 如果你不上这个课 你就会 像我刚刚说的 你不上这个课 你就没办法升华 那比如说我当 扬升 举的那个例子 有没有 举的那个例子 有一个学员 他去上了某某什么疗愈的课 他就是问那个老师问题 他问了说 那老师回答不了他 因为他没有什么经验 他就是把 把这个东西 包庇过来 然后他就说 那你就说 那你就要再来上别的课 马上再拖推一个 然后唱完他还是不知道 这个就行销啊 就是恐吓啊 因为如果你如果上 你就不懂啊 你不上就不行啊 所以其实都 不需要这样子 对 所以大概是这样 OK 好呦 希望你们受用 对 不要被恐吓 还是要 参考参考 听听就好 然后但是 如果他有讲到你的点 请你去面对 对 你一定要面对哦 对 我们现在没有在 一杆子打翻所有的船 等什么时候 就是一定有时候 会讲出一些忠言逆耳的东西 但不代表说 你就要check他 你要反而要去思考说 那我如何改变他 是的 而不是只听他 那这个改变 所以你要问到原理跟核心 所以我在上课 或是我在做很多事情 一本个案 我都会希望大家去找到 核心问题 跟你的内在 因为像丽雅知道 她学过 那个催眠什么 她都知道 或是什么 她已经知道说 很多时候都是内在 是内在啊 应该说 不是很多时候 全部都是你的内在发生的问题 你的内在引发的 对 那所以我们要如何看到 自己的内在的问题 然后去改变它 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问题从来不在外面 对 因为就像 如果是都是大家都这样 那为什么 比如说好 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今天 你说啊 都是别人害我的 都是 比如说以前都很想 都是政府怎样 或是哪里怎样 害我怎样 那我就想啊 你今天一个月 只能赚这么少钱 因为你不要想 假设你一个月 只能赚两三万 然后你再怪 然后你再怪别人 怪别人 人家凭什么一个月 可以赚五十万 对啊 那你们的挑 你们不一样吗 对啊 那好 你说他可能出生好 那如果出生 一定跟你差不多 一定有赚的比你多的 那为什么人家做得到 你做不到 是 你为什么不先检讨 你要先看自己 那时候因为别人怎样 别人怎样 没有 因为人家有去 是愿意去做 没错 你是不是 咧咧咧 又不投贪 要吃又不投贪 你是不是不愿意 好好地做事 或是你的想法 泰飘或什么之类 有没有这些事情 去面对它 要面对它 对 OK 所以回到自己 我们当然要听意见 但是不要把它当成圣子 然后如果有过度 你就会不太合理的事情 或是讲得太武断的 请你保持一个怀疑态度 不要马上否定 但是你也不要马上就确认 去想想 我有没有这样 如果确定没有 close掉它 对 就听听就好 他说的就不是你 对就不是你 就听听就好 好了 最后做一个终结 之前有一个 有一个就跟我讲过 我之前有讲过 他就说有一个个案 他就说他以前也是 因为亲密关系有问题 他就去做催眠 跟前世回溯 然后回溯到说 他有一事也是被强暴到死 怎么 大家经历都很像 然后造成他这事就这样 然后后来呢 他在做灵气更加的时候 忽然就进入到一个状态 因为灵气也会进入到那种 催眠的状态 但是我们不会 但是我们不会去讲东西 但是他就会自己看到 就他看到什么 看到一个女生被强暴到死 但是他的直觉是 那可不是我 他只是被shock到 对 所以 但是因为你强暴到死之后 好就算你是这样 那有没有要放下他 如果没有放下 你只是在合理化 你今天的行为 反而你有更多的合理理由 去继续沉溺 不是这样 真的不是这样 继续沉溺 这不对 对 OK 好 希望大家收用 拜拜 拜拜 对于节目内容 身心灵疗愈 想了解更多 欢迎到脸书粉丝页 西河木音 身心灵疗愈工作室 与我们联系 节目资讯栏 有相关连结 谢谢你的收听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